大家好,我是Stan 10月12号,将以苏罗专辑出道的爱族文出身一切恩 因为公开的预告影片、照片被质疑抄袭ChinyKey在8月发表的卡苏林专辑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然后今天,前任的公司正式发表历程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质疑抄袭的部分 从前几天开始,这个正义就在韩国各个论坛引起了热议 首先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Key这张专辑的风格概念是以前的外国恐怖电影 而显然是万圣节吸血鬼 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 但是部分网友们表示 不是一两个地方相似 就算不是抄袭 但是跟前一个月发表的专辑有这么多相似部分的话 应该要去修改一下吧 然后今天,以前的经纪公司官方声明 关于以前的迷你第一张专辑 与其他艺人专辑设计相似性问题 公司感到非常遗憾且伤心 接着公司反驳了并不是抄袭 一,以前的专辑是以吸血鬼第一次来到人世的概念设计 MB的拍摄也是以同样的概念进行企划的 二,专辑中使用的眼球闪电重点颜色 是采用了恐怖万圣节设计中常用的元素色调 字体也是为了配合整个专辑概念使用了付费字体 三,专辑中CD正面的设计中的爱心 有着觉醒后的吸血鬼心脏再次挑动的寒意 尖锐的铁丝是象征吸血鬼的冰冷 毛骨悚然的气氛 是进行设计的外博公司在付费图面中亲自购买的 让长期以来等待以前出道的粉丝们感到担忧 公司深感牵引 希望大家能以温暖的视线关注以前的出道专辑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谁问你有没有使用付费字体吗? 是抄袭设计了时吧 然后本来就不应该使用付费字体吗? 只是薄荷紫色重叠 闪电重叠 爱心重叠的话 其实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在一个专辑内 这个那个有太多都重叠 所以才是问题吧 我对key前两个人都有好感 所以对公司真的很生气 恐怖风格加万圣节的话 看起来风格类似的可能性会很高 为什么没有想要修改呢? 最傻眼的是 部分网友们竟然把key的专辑 说成是很一般常见的风格 一个月之前 大家还说是非常新鲜的风格呢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其实不觉得差不多 不过也能理解公司的立场 在Pillestous Horror Vampire的话 会出现很多薄荷紫色组合 因为恐怖风格本身相似 所以完成皮也会相似不是吗? 这次key与以前然都是受害者 所以不应该是粉丝们吵架 应该要责备所属公司才可以 潜言与key的专辑抽携争议 以及公司的官方声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网引起热议的 在沙鲁地阿拉伯演唱的女团规定 女巾死 因为在沙鲁地阿拉伯 女生不能有露出身体部位 所以一定要穿长裤长袖的衣服 甚至沈米演唱的时候 也只有女舞者们上舞台了 因为沈米的舞蹈 有很多跟男舞者有肢体接触的动作 对特定性这样的话 确实是很奇怪不是吗? 性差别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文化了 虽然不是能理解那个文化 但是去了哪个国家 就要专守哪个国家的法律吧 是吧 能让你露出头发 就已经因为你是外国人 所以让了很多步 不过看起来很好啊 这样穿也很漂亮 为什么一定要穿那么露呢? 对于女团在沙鲁地阿拉伯舞台的服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母鸡 如果家旻游监会 还有个游客 的 只是 我们来 我们再开 vrij 我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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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